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12月27日 今天星期有兩宗關於教育知識分子的新聞 可以詳細跟大家分析討論 第一宗就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歷史研究服務處 被傳出要支解 他的負責人也因此而奮而辭職 這個新聞很重要 為什麼呢? 服務處收集了大量的一手研究檔案資料 據說會移送到圖書館管理 移送到圖書館管理 有很多具體問題出現 第一 他沒有人員編制 專門負責整理和出版 如果資料長期失去管床 沒有人將它公開出版 將它公開處理 這會讓其他地區大學的研究人員 沒有那麼容易去看到 對於事實披露真相難很多 成本又高很多 第二 他沒有專門人員研究 沒有辦法研究 沒有辦法有深入的討論和出版 就會導致中文大學削弱了他的研究力量 而事實上過去的大半世紀 香港中文大學的近現代史研究 可以說是全球研究中國史 首屈一致的地方 他可以跟台北的近代史研究所 中研院近史所齊名 也跟美國的哈佛大學廢正清研究中心 也可以匹敵 原因是有幾點的 第一 因為地理上是臨近中國大陸和台灣 我們收集了兩岸大量的一手資料 而這一手資料當時未必是禁用的資料 譬如說1940年代的《解放日報》、《新華日報》 這些收集在中文大學歷史研究服務署裡面 那些資料譬如說記載了中共領導人 毛澤東、周恩來這些人 早期的言論 反對一黨專政 主張中國要實行民主憲政 政黨輪替 這是在1940年代 還是可以流通的資料 但是在50年代之後全部變成禁文 不能夠再使用 全部都散改了 譬如說在1940年代 引用過很多毛澤東和周恩來支持台灣獨立的資料 現在也不能用 這些資料不可以在大陸流通 所以香港中文大學收藏了這些資料 給很多我們的學者做研究 這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就是除了中國歷史研究服務署之外 還有歷史系 文學院的歷史系 也有中國文化研究所 他們做了第二個功夫 就是出版很多大陸學者出版不了的書 大陸學者出版不了的書 第一如果要翻譯成英文在海外的世界 但是要透過一些熟悉中文的人 所以往往就會來到中文大學 在中文大學商語出版 既出版中文版 亦出版英文版 很多這些書 過去幾十年就有功夫在裡面 譬如說 《高華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來的》 我之前介紹過很多次了 又譬如說沈志華教授的《最後的天朝》 又譬如說出版過很多關於新疆東特厥斯坦獨立運動史 現在《國安法》之後 這些學術研究 是不是還可以繼續在中文大學出版呢? 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 大家覺得這件事是非常危險的 至少會有自我審查的 那些是很客觀學術研究清代 到了近現代 可能八、九十年代 東特厥斯坦運動的形成 成因是如何 客觀地披露了歷史事實出來 但是這些在《國安法》之下未必可以 譬如說西藏的研究 講講西藏農奴制度被解放的悲慘故事 這些是不是可以出版呢? 很難 香港中文大學過去幾十年 第一收集這些資料 第二就是出版這些資料 第三就是接待這些學者 這些學者在大陸往往會被靠邊站 不能夠在大陸的主流學術界裡面發展 他們就會用訪問學者 客座研究員的方法吸納了很多這些學者 這些學者在香港做研究 他們的影響力在全世界都擴張擴散 現在就不行 他們以前去台北是很困難的 近史所很困難的 近年就容易了 但是現在蔡英文再度執政 他們再去台北的機會也小了 所以這也影響到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走出去 但是現在沒辦法了 全面走回頭路的時代 這是難以避免的了 第二宗新聞就是關於社科院 社科院最近有一個權威文章 重新評價上山下鄉的一個故事 上山下鄉故事 為什麼要重新評價 為什麼現在在這個時候外面有很多解讀 第一有一個解讀就說 因為接下來中國大陸有失業率的問題 失業率高企 今年大學生就業很大的壓力 過去幾十年 沒見過這麼大的壓力 似乎這也是一個原因 尤其是歐美的經濟繼續低迷 外資在中國的投資越來越艱難 國進民退 所以就會導致失業率高企 我之前解釋過 中國如果失業率很高 他也不怕 因為我們可以返鄉 回到農村 數據上就不存在失業人口 因為大學生失業 他沒有失業保險金 他還沒開始工 就算開始工也只有幾百元一個月 在城市生活不了 但是如果大學生回到農村就不同了 大學生回到農村 幾百元一個月他們就能夠生活 政府可以開創很多崗位 第二就是大學生回到農村 也可以充實農村人口 因為農村過去幾十年 很多荒廢了 蓋了房地產 農田荒廢了 很多留守兒童 大學生回到農村可以教育他們 似乎表面上可以這樣理解 可以解決中國的社會動盪問題 因為大學生如果在城市失業 難免會造成了一些怨氣 好像在香港過去這麼多年 青年不能夠上流 也造成了很多怨氣 但是我不認為這些是主要的原因 我從政治層面去看 他現在重新肯定上山下鄉 上山下鄉首先我要解釋什麼呢? 中國近現代史可以分兩個階段 有上山下鄉運動 第一個階段是五六年至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前 五六至六六年前 第一階段的上山下鄉 是號召知識分子 去農村建設 去大西北建設 其實這是一個自願參加計劃 當年很多青年知識分子 譬如說 溫家寶 胡錦濤 就是這個時期去大西北發展 去陷探溫家寶的地質 在這個時期陷探 其實這是一個積極層面比較大的上山下鄉運動 因為涉及的人數很少 幾萬人 而參加的人數都是自願為主 所以他們到了地方 目的就是毛澤東說 農村才是革命根據地 但是現在這一代人五十年代出生 四五十年代出生 因為他們沒有經歷過革命的艱辛 不知道紅一代祖先創業的艱難 所以讓他們去農村下鄉 感受革命的風情 這是第一 第二 也是解決西北地區 農村地區 大後方地區 一些社會發展不均勻 因為他們沒有下一代 就不能夠發展 怎麼可以有下一代呢? 就是要有知識分子進去做教書 去農村教書 也可以解決醫療 有很多赤腳大夫進去做醫療 也有很多科學家進去 陷探 譬如說大興油田 那個年代就陷探了出來 因為以前 晚清以來 李希霍芬 西方地理學家進去中國陷探 估計中國的石油應該沒這麼豐富 但是結果在上山下鄉的年代很多讀地質的 讀石油的 讀能量的 到了大西北 就陷探了很多石油出來 陷探了很多礦狀出來 所以這是有積極意義的 但是第二階段就是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 全國大造反 很多造反派出現了 佔據了校園 清華大學、北大這些都要停課 所以毛澤東四人幫的時候就想了 會造成失業問題 學生、高中生無法入大學 這也不行 始終要學習 但是大學就變成了革命場所 所以他就想了一個方法 上山下鄉 第一就是解決失業問題 第二就是要在地方也繼續搞革命 學生進了地方搞革命 地方就變得又紅又尊 又可以將社會主義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推廣到地方 所以這是第二階段的上山下鄉 第二階段的上山下鄉 長達十年 而人數是接近1700萬人口 這是大規模很多的 第一階段 歷史的評價比較正面 第二階段很明顯 就是千多萬的大學生進入農村 這絕對是人才資源浪費 因為大學生本身有很多知識 如果他在城市裡面發展 他自然就會人群聚集的時期 很多研究、創新、交流、衝擊出現 但是不是的 去到大西北 譬如說上海交通大學 去到大西北 西北交通大學搞分校 那些地方又落後 環境學術研究氛圍又不豐富 去到就造成浪費人才 而且進入農村 那些大學生可能讀科學的、讀文學、讀哲學的 進入農村不懂耕田 結果不懂耕田的人 要耕田 自然對農業也造成了一定的浪費 所以這是一個人間的悲劇 千多萬個大學生離鄉別井 浪費了十年的青春 造成了妻子散 本身可能他們在大學有情人 拍拖 或者讀研究生的結婚了 有子女在城市 結果他們自己父母 就要分散各地 太太可能去貴州 丈夫可能去內蒙古 上山下鄉去插隊 造成了無數的妻離子散 很多的文學作品 很多的電影 比如說一套電影《阿龚利》 將偽謀歸來 其實就是講這個時期上山下鄉的悲慘故事 所以80年代出現了這一類文學作品 我們叫《雙行文學》 記載上山下鄉十年的傷痕 文革十年的傷痕 但是現在 社科院的文章說要重新評價上山下鄉 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他裡面再引用 他說現在七個政治局常委裡面有四個都是當年插隊的資稱 由此可以證明上山下鄉被污名化 改革開放以來 就是用污名化攻擊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成果 上山下鄉 這是很荒謬的 七常委裡面有四常委是資稱 但是七常委裡面 有多少是紅衛兵呢? 我相信可能七個也是 是不是由此可以肯定呢? 紅衛兵文化大革命大造反 其實是有正面的呢? 所以他們的邏輯是荒謬的 從兩代領導人你看到的質素 溫家寶、胡錦濤 就是第一期的資稱插隊 自願報名的 他們可能經歷過地方的艱苦 比較貼地一些 比較 就是 沒那麼離地的政策 但是現在這一代 都是紅衛兵出身 紅小兵出身 他們的上山下鄉都是搞造反的 所以他們的性格 在他們的執政下 戰狼的外交 強國的心態 勇武的心態 大國崛興的氣勢 就是兩代領導人裡面 其實看到他們的氣質 是非常不同的 所以現在重新肯定 上山下鄉 其實就要肯定習近平 為核心的中國領導班子 他們的歷史背景 因為如果你否定上山下鄉 他們是知青 你就等於否定了習近平 所以在這個時候就要重新評價 我們習主席當年 梁家河大學問就是 插隊插回來的成果 他是挑著200斤大墨 而不換肩 當然有很多不同的健身教練 大力士 是試過挑200斤的東西 最多走150公尺就要換肩 但是習主席可以200公里 200里 也是不換肩 這是能人所不能的 這也是插隊回來的成果 紅衛兵時代文化大革命造反出來的成果 如果沒有經歷過這些 就說不出這些經歷 所以這次社科院重新肯定 解決失業可能是一個問題 解決失業可能是一個理由 但是最重要的理由 就是要重新肯定習近平主席為核心的黨中央 領導班子過去的成果 他們跟胡錦濤、江澤民那一代不同 胡錦濤、江澤民那一代 上山下鄉或者朱鎔基也曾經參加過他們的志願 而他們已經退下來了 現在文革這一代 他們當時是被鼓動上去的 被鼓動上去 他們現在還沒退下來 還在執政中 可見的將來還會繼續執政 因為已經改革開放以來 七上八落 不搞老人政治 不會搞個人崇拜 這些傳統 而且現在的科技越來越成熟 是不是? 有很多藥物可以導致我們的壽命增加 比如說李嘉誠也推出了一些藥物 導致腦退化的問題解決 你看看美國的總統 兩個選總統都這麼老 78歲 74歲 所以可見的將來 可能看到習近平做到八、九十歲 也不奇怪 所以 你還有這麼長的時間 你就是要找一些理論基礎 我告訴大家 他們長期執政是合理的 現在上山下鄉的平反 是第一步 下一步可以預期就是洪衛兵 文化大革命的平反 改革開放以來被污名化 這種趨勢也將會捲土重來 今天講到這裡 最後還是推介一下我這本書 《教科書沒有告訴你的歷史與政治經濟》 我寫了很多被坊間誤解和扭曲的歷史 譬如說廣場協議 譬如說鴉片戰爭 是不是民族主義的戰爭呢? 這些我重新解釋了 用原始的資料 第一手的資料 現在網上是可以賣的 因為本書應該一月中後就可以在書店裡有 現在網上賣 就糾折 有一條link 這條link有很多人給我意見 你也不要給我了 那條意見 我幫出版社寫的 那條link是出版社的link 譬如說有些人不喜歡用哪間速遞 應該用什麼app來付款 我控制不了 現在至於Patreon的網友 我準備了一些簽名蓋章本 在放假後 可能在2日 我就可以開始收集大家的名單 然後寄出 這幾天 同事放假就沒辦法 至於海外的網友 可能在書店有之後 才有辦法安排 因為可能有些博客來 Yes Asia 這些海外可以附運的網站 都可以賣的 成品也可以賣的 樓上書店也可以賣的 好了 今天講到這裡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